你身體狀況還好吧 還好 而基隆副市長邱佩玲 緊緊一抱 五一七才在立院基站 被攢扶離場的黃珊珊 就算抱病也要親自到場 接下服務出部幕 黃珊珊宣誓在基隆耕耘決心 黨主席柯文哲和藍營的基隆市長 謝國良同占C位 就連致辭藍白也同一鼻孔出氣 我們曾經選過一個基隆捷運 不到基隆的市長 三十年來其實真正的進步 反而是在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才慢慢看到 現在八個委員加一位叫做林沛祥 他今天去了太平島 所以他今天不能來 所以我們這裡有九個委員 對不對 三三委員對基隆也很熟悉 未來我們有很多基隆的建設 也會請民眾黨的朋友大力的幫忙 基隆作為藍白河示範區 擔任政策大使的楊寶珍也低調現身 同為北市一日生活圈 讓志在百里喉的黃珊珊早早備戰 對基隆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所以我們當時在分配說 誰要去負責哪一個區域 他就自告混用說他要追進 喬喬布局2026520政權交換前 民眾黨也要搶話語權 推動改革民眾做足 頭上綁布條高舉巴勒 五一九草根決心行動 白銀號召小草上街給民進黨難堪 一度傳出黃國昌發起五一九活動 主席柯文哲後知後覺 我知道這一段時間 一開始是挑撥跟黃珊珊 再來是挑撥跟黃國昌 目前這種挑撥離間的做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 其實不要刻意去挑挑起什麼爭端 大家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不擔心國會議事攻防 讓五一九行動變調 民眾黨堅持繼續走自己的路 金新聞黃宣彭宇舟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